这次台东监狱一共邀集到了12家厂商 联合释出71个职缺 提供即将出狱的受刑人作为就业选择 27号上午所有的企业雇主特别前往寓所 和受刑人进行双向沟通 希望让出狱的受刑人回归社会之后 能够展开全新的生活 台东监狱典狱长叶翰彤 在会中不断勉励所有人为自己为家人而努力 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 希望说能给同学一个投胎 一个活动一个机会 让同学重新再创造同一档 原来你的理想你的美梦 我想今天办的最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台东地检署检察长感谢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老板 敞开心胸接纳改过自新的人 非常感谢我们的12家厂商 在这个环境的当下 大家能够敞开心胸接纳我们同学 让他在出街之后 能够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非常大的爱情 对我在这边代表台东地检署 对我们的厂商表示 是一个感谢之一 不过也有受刑人比较特别 就是自己不认识字 无法考取任何证照 因为就是以前我也是在做 电力公司外包的 可是因为我不认识字 我搞不上证照 我就没有做 我就开始就是 因为这样一样都要证照 搞不上证照就 就比较没有办法找工作 就变成就会往这里面 针对这些问题 预防表示 未来的工作多元 也将会尽量为所有受刑人 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东台新闻 郭宇清在台东监狱的采访报道